水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淡水是地球上的一种最宝贵的支援 虽然澳大利亚是一个大海岛 市面环水被海洋所包围 但是它只有很少的淡水 与世界其他四大洲 非洲 亚洲 欧洲和美洲相比 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干燥的大陆 餐馆如何节省用水 悉尼水务局和国家计划顾问 在过去几年里 都在研究餐馆节省用水的办法 研究发现 亚洲市餐馆是用水最多的行业之一 为此研制出节水炉灶 解水炉灶在省水方面有几个特色 比如利用空气降温 而不需要用水来冷却 水龙头可以容易地打开和关紧 不再让水不断地长流 现在已经有137家餐馆 更换了244个节水炉灶 享受到节水炉灶的好处 每个节水炉灶每年可以节省水费高达2500元 水费将不断上涨 那么节水炉灶所节省的就更多 节水炉灶将为我们有限的水源 节省大量的用水 同时也提高餐馆的利润 既有助于你 也有助于国家 现在让我们看一下如何操作节水炉灶 节水炉灶的最大优势 是灶面上的水龙头 在水流到15秒钟的时候就自动关掉 所以会节省很多的水 所有节水炉灶的水龙头 都由一个塑料手把来控制 而这个手把通过膝盖或手的节处 打开水龙头 水流15秒钟就自动停止 如果你想要多一些水 只要碰一下手把 水又开多一次 有些节水炉灶还有另一个水龙头 当你把它拉到炉灶的位置 水就流出来 当你推回原处 水就自动停了 非常方便 让我们来参观一下 世家悉尼的餐馆 这是位于Asking Park的风景中餐馆 自从安装了节水炉灶后 已经节省水费2000元 餐馆东主和厨师何耀明认为 节水炉灶比旧式传统炉灶更容易清洗 我喜欢这种炉灶 它容易清洗 又能节省大量的水 最重要的是 它可以省钱 又可以帮助环保 这是位于Merryville的中国菜式快餐店 自从安装节水炉灶后 已经节省了水费3500元 厨师陈伟坤告诉我们 这种炉灶挺好 它能省水 操作与旧式炉灶差不多 这是在Kenley High的Bow Chong越南餐馆 厨师Fong Lam说 节水炉灶的最大优点是节水 可以为您每年节省水费大约6000元 是的 我喜欢节水炉灶 总的来说 与旧式传统炉灶非常相似 节水炉灶煮菜的速度 比其他炉灶要快 这是在Darlinghurst的Tai Princess Thai餐馆 冬主Patalapong Cam Ton 在大约一年前安装了节水炉灶 我们问他节省了多少水 他说 每天已经节省了许多升的水 大约2万升 那是很多的水 自从我安装节水炉灶后 一年算起来 节省水费大约2000元 Natapun Shambun 是这家餐馆的厨师 他解释怎样节省用水 因为要拉水龙头才有水 这就省了很多水 我不必再担心 每次水龙头的开和关了 新州少数民族社区委员会 得到新州政府气候改变基金的资助 实行亚洲市餐馆节省用水教育计划 一共有137家餐馆参加了这个计划 如果您有兴趣为您的餐馆节省用水 请登陆我们的网站 或联系我们的双语环保教育员 我们能讲泰文 广东话 国语普通话 和越南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